好,我们接着来看芥茨 芥茨这个药物也是有生用和炒黄使用 生用它的炮制的方法就是竞选 那么炒芥茨呢,就是炒黄 炒芥茨它的工艺方面有一个特殊的,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特殊的就指的是炒制标准,炒制的标准 那么炒制生黄最有爆裂生,这个是一般的 那么特殊性在于它的气味 白芥茨,黄芥茨都属于芥茨 那么芥茨在炒黄的过程中间,它会散出香辣气味 白芥茨,黄芥茨都是属于芥茨 那么在炒黄的过程中间,它会散出香辣气 这个香辣气是特殊的 它的炮制作用呢,一个可以杀煤宝带 芥茨可以沙梅宝带 宝的是呢,芥茨带 那么除了沙梅宝带以外 那么它也有一个共同的作用 就是呢,可以使脂的酥脆 以粉碎驴成分的坚出 在作用强弱方面,我们来看一下 芥茨生品力量是比较猛的 心散作用比较强 在临床使用主要是通落止痛 善于顺气或弹 这是生品 经过炒制以后 那么我们呢,可以用于寒谈咳嗽 寒谈咳嗽 而且呢,可以缓和它的心散之心 可以缓和它的心散之心